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沐沙珠尼 来自日本名古屋 寫小说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来到台北才实现这个梦想 这是城市召唤我继续留在台北的原因 每天早晨醒来沐沙珠尼总会慢慢煮上一杯咖啡 在每日例行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前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沐沙珠尼在台湾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以及撰稿 日本人严谨的工作态度 曾让他度过一段文化差异的适应期 喂 听了吗 嘿 我是沐沙 我昨天这里还有一篇文章 那个大概什么时候需要 急吗 那下星期一或二给你好了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拜拜 我刚开始做翻译的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接到比较大型的案子 这个结稿好像每次都蛮紧的 开始做翻译戒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常常是给你一个前面比较早的结稿 其实真正的结稿在后面 我知道他讲的结稿不是真正的结稿 那时候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哦 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文化不同的地方 电话上还是照他结稿日子来 进行谈话 但是心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是这样子 从事文字翻译二十多年 过去也曾获得文件会 文学翻译首奖的殊荣 但他心里对于小说创作 仍然抱持着高度热忱 2011年 墨夏春一以中文小说 胡宫英之序 获得第十一届台北文学奖 原本在得奖之前 打算和太太返回日本定居 却因为台湾给了这样的契机 而让他继续留在台北生活 2009年的时候呢 我跟太太商量之后决定要回日本 那没有想到这个小说普工艺秩序得奖了 原来我要回国的想法 已经放弃了 我还是要留下来在这边发展 因为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呢 住在国外的外国人 心中对自己的未来的忐忑不安的心情 那另外一个是人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怎么说呢 有一些人想回去 也没有办法回去 一直留在这边 那相反的也有一些人 也不想回去 但是有什么理由 非走不可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存在着 我本来是想回去的 但是呢 没有想到获得这个奖项 之后 这个再留下来 这也是一种人与城市之间的缘分 我看这个台北之间的缘分很浓厚 现在还没有进 这里是宁静住宅区里面的一家小小书店 我蛮喜欢逛这一家 虽然这个SU的总量没那么多 但是呢 这边感觉很精致 而且这边充满着 轻松自由的气氛 然后在这边 这遇到的每一本书啊 都是有缘分的 这种缘分我蛮喜欢的 缘分牵起了联系 让木下真一不仅留在台湾 还开启了中文创作之路 带着敏锐的感受力 将生活中各种观察化为文字 以独特观点描述着 台湾各种面向 在台湾的时候呢 我有一点这个哈台 看到什么东西 台湾什么东西都喜欢 有一些事情 比较难接受的 那些不喜欢的地方 都可以接受了之后 那好像已经没有台湾怎么样 日本如何的那种感觉 也可以说 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看这两边的文化 水煮花生 这蛮好吃的 黑金刚喔 黑金刚跟普通的花生哪里不一样 黑的比较香喔 黑的比较香喔 我很喜欢这个灌 台湾的传统市场 这个在日本这个比较少 这个用水煮的 这种这个做法我蛮喜欢的 在这个地方可以感到 台湾人生活 而且这个从以前到现在都没变 这个卖的东西啊 或者这个人潮啦 或者味道啦 都一样 只有这个价钱不一样 有点涨高了 因为很多水果是这个 海湾特有的啊 这个季节的话是这个荔枝啦 芒果啦 那些都很好吃 吃一支 好吗 好 日本人 日本人都很 OK 可以 这样要你 错了 谢谢 刚来台湾的时候 问老板 这个多少钱呢 老板这个价钱 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记得 诶 这怎么回事啊 看到那个价钱 后面还有一个小字 写那个 一个起字 那个的意思 以前 比较没有了解 过来知道 哦那个是起 起 是这个字 在地的新鲜食材 让木下专一 特别喜欢在早晨 到传统市场采卖 但对于台湾便利的 饮食文化 它却有着 谨慎小心的一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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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很多朋友叫 把我叫为这个 金丝雀 金丝雀 金丝雀是 针对这个毒气 很敏感 所以呢 一闻到那个毒气 就会死掉 我是 吃东西方面的 这个是 针对这个危险的 那个 碳症剂 就是说 我吃了 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的话 马上会有问题了 对这些方面 我是很敏感的 嗯 吃了一点 不好的东西 那就有问题 嗯 嗯 因为最近呢 很多新闻说 台北啊 很多各地参列 很多地方 用的东西不是很好 那很容易 这个拉肚子啦 这个或怎么样 那我是最敏感的 因为我是金丝雀嘛 我在哪边吃 就 这个有问题 那这样子的店 这个我的朋友啊 家族啊 大家都不去了 那 这一家 没问题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来这一家吃 这个没有陪考 所以这个我第一次听到陪考的时候 觉得好好奇 那为什么今年特别来看呢 因为听说好像这个高中的这个 这个考试啊 从明年这个也要改制度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今年这个没有来看的话 以后就没有机会看到那个高中的 那个 考试的那种考场的这个样子 这个也没有 不能看到这个陪考啊 对 对 我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台湾在这么炎热的时候 在举办考试 在日本的话呢 是大部分是在冬天 那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他们这个考生这个休息的时间 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家长 这个在的位置 在那个地方 用那个扇子扇一扇啊 或者毛巾给他 或者给他喝水啊 或者马杀机 我看到这些这个人间百胎 就是联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拳击选手 这个休息的时候回来 在自己的角落那个景色 后来想一想 这个考生很幸福 这样子的心 一定会这个 传到那个考生的心上 所以呢 这样子的这个环境之下 这个可以考试的这个考生呢 一定要加油的 如何将所见所闻 沉淀转化成书中文字 除了书房之外 隐藏在巷弄间的咖啡馆 是木下尊医重整思绪的小天地 谢谢 那你今天会有一样的吗 对 那我帮你准备一下 好 谢谢 好 像这边的话呢 每次问我 这还是一样的吗 那我对这个问法 蛮有好感的 蛮喜欢 有亲切感 那就是这个初步的灵感 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的整理的时候呢 我需要某一个地方 有气氛 那个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空间 这个从以前到这样 我一直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刚好这一家这个咖啡店 我很喜欢这里的条件 所以呢 我有了这个初步的这个灵感之后 进一步的要这个整理的时候呢 我是在这边带着这个一本这个笔记 然后想到什么 一句一句这样子写 这个方式来在这边整理 那整理完了之后的东西呢 回到自己的房间 开始写 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我们这边很常见的手面孔 有时候你看他在自己坐着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拿一些笔在洗洗小东西啊 或者是在画画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会顺口问一下说 那你最近在干嘛 或者是在做什么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温和 然后个性很好 他的想法都会让你觉得 他虽然有着这样的年纪 但是他有时候想法 你会觉得他其实很像小朋友一样 会有一些很纯真的想法 沐夏尊一将二十多年来的台日文化观察 以嗓文形式集结成篇 2013年出版的《随笔台湾日子》 一推出就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即将举办的新书分享会 也让他期待与读者们见面 找那个黄小姐 前方 对对对对 只剩下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对 呃 时间来讲 礼拜五晚上是还可以 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看我们有发现 看这本书的人 其实就像之前我们设定 都喜欢日本文化 对对对对 就是喜欢旅行的年轻人 写台湾就是日本台湾的不同的这样的书 其实还蛮多的 他是一个翻译的人 所以他是因此对文字比较敏感 对语言比较有研究 我会觉得从语言方面来切入 就是还蛮特别的 我这一本书就是大概里面讲 就是会用就是语言来来 就是主要还是要强达就是说 呃就是台湾的一些书与日常用语 然后看就是两边不同的生活这样子 那会觉得他做的是 就是非常的就是有计划这样子 就是稿子我们 他还没有完全写完整本书 大概写了三分之一 然后他就我们就定期这样子 就是来讨论 那这个工作流程是跟一般 我在接触台湾的作者比较不一样 台湾作者通常就是写完完整的稿子 我们才会进入这么密集的讨论 最最怕那个有人说 那先做再说吧 那先做 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到很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办 怎么办 在头脑里面有一大多问号 但是呢 我也有一些这个坏习惯 就是 已经讲过的事情 确认好几次 为什么这个早上 我大概会先就是这件事情 我还会再发一下媒体啦 一开始的时候 讲的那个餐厅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我们 我们会前看要一起先吃饭吧 嗯 那个哦 那我知道了 是 我这个 我知道了 太美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一定有一些这个 编辑啦 或者其他这个工作 这个合作者 觉得我这个人好啰嗦 我是本来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但是这是我自己觉得是个 呃 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彼此 跟与台湾母子的新军跟讲会 今天那么荣幸 我们可以让孟夏先生 亲自就是从书里面 来到县史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实陣的书有这些意味 那我再一次谢谢孟夏先生 这里面这个有五篇这个文章 这个我当初写的 嘿 当初写的五篇是哪一个呢 第一个是台湾妈妈的一二三 书上没有写的 是什么呢 有一天我在大安森林公园 看到有一个女生 属一二 我在旁边一直紧张 这个最后如何收拾啊 因为他讲的对象 不是小孩而是一只辣肠狗 《水比台湾日子》是 以外国人的观点来看了 台湾生活的文章 集结成一本书 这样的新书分享 因为经常我们这个 出了书之后呢 这个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这个比较不容易知道 除非有一些那个 像那个脸书 或者有一些认识的朋友 那告诉我 如果办这种这个活动的话 我可以跟那个读者面对面的 这个接触 可以知道一些他们的反应 我如果要写下一本 继续写的话呢 一定要超过现在这个的程度 更好看的东西 我想继续写 我已经跟那个 这个自由时报讲 我如果我继续写的话 你们愿意接着等吗 她说欢迎 是这样子 好吗 谢谢 我会来这个新书发表会 是因为我对沐夏先生很好奇 因为他是日本人 但是呢 他用中文写这本书 然后呢 他里头呢 的一些那个 就是观察都非常的入围 那文艺也非常的多猛 所以呢 我想来更了解一下 这位很奇特的日本人 有时候会自己觉得说 好像蛮了解日本人的想法 可是看了他的书以后 我觉得说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就觉得原来他们 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 真的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也 自己也会觉得说 自己也对台湾的文化 应该也蛮了解的 可是 经过沐夏先生 他那本书以后 会觉得说 其实我对台湾也不是很了解 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日本人 对台湾这么的 这么的清楚 就会觉得说 更想要深入 自己的那种 台湾的文化 想要更去了解 这样的文化 即使已经出版了 第二本中文著作 《墨夏中一》 平时仍然花许多时间 研读台湾作家作品 持续地从阅读中 精进自己的 中文写作能力 暂时却物质缺少 刚好有亲戚 可以送来的一点糯米 米是管制品 阿财母啊 正在屋里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应该是台语啊 在郑清文的文章里面 就是很多台语啊 那台语的话找不到 白权永也是啊 白权永也是 他用翻译在诗 我都找不到 这常有的 哈哈 我看中文书的时候 边查字典边阅读 那查字典之后呢 顺便这个写下来 然后还有时候还会找那个例句 这样子这个比较 完全懂那一个作品的感觉 我以后要写的是 可能文学心没有那么强 但是也不是那种 这个轻小说那么轻的 刚好是在中间的 那样子的这个小说 有一些人说 看了我的那个普攻音资讯之后 他说 这个可以看到最后 很轻松 很好看 我听到这个之后 我自己觉得很高兴 所以如果 以后也能提供这样子的 这个作品 跟那个大家 一些朋友 能够分享的话 那我就很高兴 小鸣 把这个地方找到 就把这个地方找到 当森林公园 是 虽然位置 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中心 但是呢 一进来 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台北市的吵闹 那有时候我遇到那种 这个长枯思节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来到这边就有灵感 所以我很喜欢来到这边 写水笔台湾日子之后 也有一些目标 以后要做什么 但是这个忐忑不安的心情世界 我觉得那个是 没有那么容易 消失掉的东西 其实我住在这边 很多人问我 沐夏先生 其实日本跟台湾 你喜欢哪一个 我知道回答台湾的话 大家很高兴的 但是我不怎么回答 因为对我来讲 日本台湾 这两个地方都一样好 越来越没有 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分界 好像这两个世界形成一个像大理石一样的 黑白教会美丽的模样 我跟台北之间的原费还没有紧 我跟台北之间的原费还没有紧 优优独播剧场—— 平洞